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每天拍周音 为什么 因为我们来一个很可爱的女孩 是不是比我的头的 这个也是一半 我知道为什么 那个时候 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拍视频 然后我们有粉丝多 真的不知道 但是慢慢来慢慢来 然后喜欢 然后拍 我们现在拍什么 今天起床 妈妈又说 有一个事情 我们去拍 没有事情好的 我们想拍什么 好的去哪里玩 做什么 然后现在我们每天拍我们的生活 现在是喜欢 没有拍视频 有一点 有点不舒服 因为现在是我们的工作 我没有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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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去哪个景区玩一玩 带个孩子 然后我们就去哪里拍摄一下 就是因为长期在这边生活 因为农村嘛 然后有时候会显得比较安静 就比如说 今天那个火干完了 然后接下来没什么事 周末了孩子放假了 带他们出去走一走 看一看 然后一起拍视频 我们去玩 然后我们看 这个可以拍 这个拿手机 我们对对对 拍好了 可能出去玩一半 就发现 这个东西是可以拍在一个视频的 然后我们就拿起手机就拍了 是2015年的夏天 我们当时公司去乌克兰那边发展 在那边收了一个木材厂 然后正好就是看起来她姑父的木材厂 然后那个时候她的妈妈在里头认职 在那座厂长 对 妈妈打电话很多次 她都有说过来看工厂 过来看工厂 但是在这里还有一个很帅哥 看一下会不会和到老朋友 是这个意思 嗯 第一次听那边那个谈一个那个 那个外国的乌克兰女孩 那个时候我有点不同意 太一样了 她爸妈妈妈就在那里 我有点怕 这边那边咱们这边农村吃的 什么都不怎么行 15年冬天 就是我那个 呃呃呃呃呃工作年底要回去的时候 我跟卡卡说那个我要去中国了 呃呃呃我想带你去中国啊 呃呃见父母啊 她说大家 你和我一起去 然后说我父母啊 看中国怎么样 喜欢不喜欢 我老婆很开心 但是也有很怕 来之后 我住那个二楼 他住一个屋里 给这个我换厨的一样 小学的 没有厨所 冬天 林奇亚的 跑外面去厨所 我们去历史了 在外国乌克兰的小姑娘里的 在这个地方住 这个年起过 我们去历史了 当父母挺放心的 这个也太有想 我非常爱他儿子 他儿子也爱我 后来看这边挺好 到这边我们同意了 但我的儿子有了 我拿一个姐姐给他 他挺高级的 挺好 有这边儿子挺好 现在和他不是妈妈 他不是我的妈妈 他不是我的婆婆 但是我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朋友 我和妈妈的话 别的人会听不懂 但是我明白妈妈的意思 妈妈明白我的意思 不是 不是 但是我们在乌克兰 经历战争嘛 我姐姐她提一句 这个有战争 这些人 人可能很少会经历着 因为咱们在中国是很和平很安全嘛 他说了一句 他说你们可以记录一下 他提了一句之后 我们就有拍一些视频嘛 撤侨是三月份开始 三月我们到波兰 然后在波兰我们两个星期我们等飞机 因为飞机要排队 那个准备上飞机了 你看黑头发这么多都在这排队 学生先进去 我们这些社会人等最后 然后我们飞机到那里 汉州 对 然后我们在那边差不多一个月 跟着我的国旗走 我们回家了 我父母现在在国家那里有打仗 他们现在开心 因为我现在在安全的地方 然后我说妈妈我要来乌克兰 他说你有毛病 你干嘛 你现在在安全的地方 你回家了干嘛 这样 我经常给他发微信 你还给他 你还给他吐石套的 他给他发了个表情包 我都会跟他说我爱你 我六倍特败 六倍特败 谁就是白嫩 苹果就是亚布茶 亚布茶 你还没做到碗了 你还没做到碗了 你还洗个好机 我经常在那个终于里面 视频受到大家的喜欢的时候 我们的心情是很舒服的 看大家认可我们 然后我们拍视频的时候更动力 就是说我们把这个事情 作为一个长期的事情来做 保持初心 把这个正好一直做下去 那边是台湾的人很多 台湾的人很多 因为他们也很喜欢 因为我们这边马祖 他们也很喜欢他们说 什么时候你们拍视频去没做到 你看这个哲思四海 那个拍片指的是 马祖他的恩哲 保佑四海八方的人 然后今天我知道你不能拜拜 但是我今天过来拜拜保佑一下 欢迎听估讣朋友们 感谢观估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